因为我没有把这个电影 当成是所谓蔡康永的第一部电影 我不是站在这个角度想事情 我就觉得此时此刻 有人找我拍电影 那我作为一个导演 能够做出来最好的一道菜 是什么菜 然后我看我旁边最棒的材料 就是许希蒂 不用它就没有道理 所以林志玲算好材料吗 当然啦 就是那个 林志玲应该是过期的材料吧 就是有的材料放比较久 味道更好 这不是每道材料都很清晰 所以你言下之意 就是说他年纪比我大很多 他应该放很久 因为你没有打算放过这个 难道我可以假装他年纪比你少 在电影当中 关键的故事 常常取决于一碗面 所以当时本来有想了一个 很朴素的片名 叫做一碗面的故事 后来觉得这很古典 一碗面的故事 我绝对不会买下进去看 很立即 对啊 谁要看呢 不一定啊 你不觉得有一种很饱足的感觉吗 我就会想到一个老人 然后在那边吃面 然后整碗吃完没有任何台词 然后你再转到旁边 然后他的小孩问他说 爸 这是你爱的味道吗 然后那个冰死的老人就说 是 谁要看这种故事啊 那如果一碗面与一个女子呢 也不要 有女子了耶 怎么样 那个他是吃了面 然后得偿胃炎 然后遇到医生 然后相爱吗 赏我巴掌那一场戏 赏完之后剧本里面并没有写其他多余的东西 然后赏完巴掌之后我就很气的回房间 他就发出了两声淒厉的叫声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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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最後我去看電影的時候就發現 滴滴 滴滴 完全被剪掉 然後反而是我拍燈 抬燈那場戲留下來 所以她叫也是白叫 就是我殺靈之靈 就是變成是我是一個很自我中心的人 然後她可能是我請的清潔工 然後一直打掃不好 然後最後就是一氣之下就說 你怎麼永遠都教不會 就賞她四個巴掌 然後就說再去給我掃一次 然後最後她還是不會 我就只好派人殺她 天啊 怎麼會這麼豐富的情節